來 冬季 第一次的料理 你先帶來哪一道 帶來濃濃的古香味 好棒喔 知道了 炭燒羊肉爐 就是冠威啦 直接瓦罐一路燒到底 吃的是原汁原味 鹹度的部分用客家的米豆醬 好 美豆醬 外放鹽啦 那中藥材會有哪些 中藥材的話 這邊有川瓊 當櫃片一點點 生虛 枸杞 那麼用了300的米酒去浸泡 泡了一天 一天 泡了一天 那我把它過濾出來 這邊就是酒水 你先聞聞看 酒水 那好香喔 很香 中藥味 好香喔 好 那我現在這一件是 藥酒 是我們 藥酒味 台灣的羊肚男 羊肚 好香喔 哇 哇 直接丟上去 好快喔 好大一個羊肚男 對 這個動作就是說 把東西洗乾淨 當然我們今天的羊肚條件非常好 可是有些時候如果說 一試茶的話 萬一有燒味的話 你怎麼辦 沒問題了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萬全的動作就是 簡單的煎香 煎香了以後我再切塊 再透過簡單的穿燙 廢水一下 然後就用藥酒泡的這個酒 直接一鍋燒到底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會稍微用一個 家庭式的壓力鍋 盡可能縮短它的時間 那麼出來以後就逆紋 等一下一鍋燒到底 我們不做卡接的 逆紋切 切得大塊讓它比較容易 它要用壓力鍋 來先做先前處理是不是 先前處理 但是很快 棒棒 最好吃的就半斤半斤 這個很Q的 對 現在滾水 煎這個 好 那我現在這個薑 薑切那麼粗 好 切那麼大塊 大塊耐熬 耐熬 好 一點點的油 好 再來一點點 這麼多油 不會 一點都不多 好 謝了 好 不會 來 我先在冷鍋 把薑給放進來 麻煩你炒它兩下子 好 然後我這個滾水下 然後滾了以後滾水上 這裡面沒有任何鹽巴 我希望把整鍋羊肉 飽飽的味道 給它呈現出來 好 好 好 怎麼辦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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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 還是會翻炒 炒 炒鍋很好 你會做菜 真的 我只會這個翻鍋而已 對不對 我只會這一招 好適合鹹土飯 現在把泡過久的這一個 藥材了放進來 好 放進來 生虛 炒 炒鍋跟川球 炒鍋 對 你翻鍋真的翻得好好 是不是 好 現在把它進來 不要 青椒 好香的 好 這裡頭倒 好好 OK嗎 好 小心 沒事吧 我上了年紀了 受不了這樣子的玩法 好 好 那現在接下來 那我現在就把這個蓋上來 把這個蓋上來 那開火 半個鐘頭 不用 不用 這麼快 我們預估它大概十分鐘左右 是 所以讓吃得走來走去晃兩下 回來以後 我就接著蘿蔔就進來了 那我這個是白甘蔗 白甘蔗 白甘蔗 那我把紅棗放進來 來 一起炒香 其實炒香的這個動作 就好像 我們在做紅燒 唯一的菜的時候 那個焦糖香 好 簡單的炒一下 焦糖 而且我剛剛的紅棗 也下一點點的油過 那麼讓它 我們下去煮的時候 速度比較快 好滾喔 滾 很滾 那現在把它放進來 白甘蔗 一般來 你要白甘蔗的甜味 要它的甜度 但是不要去下糖 因為這種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種下冰糖效果不是也不錯 不過我們還是來自於 自然食材的甜度比較好 煮血糕 放進來 這這樣吃就很薄 你知道嗎 你讓我大概一分鐘 我稍微滾一下 這個味給你 這樣就OK了 好 來 這個重點 米豆 米豆醬嗎 豆腐 米豆醬 米豆醬有時候 民眾也可以放米豆醬 泡的豆腐乳也挺好 豆腐 對 陳哥看一下 我雖然是清水 酒 剛剛就那麼多 可是煮出來有一點 覺得淡淡的一個稀醋狀 還有琥珀色 對 這個重點是強調 它的一個火厚跟濃度 那我這邊砂鍋裡頭 我把這個罐子 稍微給鏡頭拍一下 把這個甘蔗跟蘿蔔 還有幾邊的老薑取出來 墊在鍋底 墊鍋底以後 現在就把米血放中間 放中間 一層一層鋪上去 對 一層一層鋪 它怎麼讓我想到 佛教的強言是一層一層 好 那麼米血進來以後 這邊要放一點點的粉絲 這個粉絲帶魂 放一些許人傑跟福瓊音的粉絲 好 接著 這邊就是原味 這邊就是 鹹度就是 剛剛我們調了一點米豆醬 米豆醬的鹹度 野菜是不太的 不要吃這個 天啊 那要贏啊 那廢話 江堂碎 好好說話 好好說話 而且剛剛 剛剛上面提示你砸過的 我故意讓他們 好像你有一點要負責任 炭蘿來了 炭燒 有了這個炭蘿 它感覺什麼 會怎麼個不一樣的 會有一種古色古香的一種 心理誘因就出來了 會讓你覺得說 以前傳統就是這樣 我媽媽以前在家裡 會不會煮因為我肉就是這樣 對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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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